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着变化 在汽车市场 人们对汽车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汽车厂商也推出各种车型 目前最深受人们喜爱的就是SUV无疑了 大多数品牌都开始推出SUV 除了自主品牌 合资豪华品牌也纷纷加入阵营 现在超豪华的品牌 比如保时捷和马莎拉蒂也陆续推出SUV 近日有消息说 专门生产运动跑车和高级豪华轿车的布加蒂公司 也将推出一款SUV 看来这也是要随大流 该车还没有量产 现在只是一份效果图 不过如果该车量产 想必价格也是不低 从图上看布加蒂SUV的前脸 依旧采用布加蒂经典的设计风格 近期格山采用的是巨大的拱形设计 但是曾经的马蹄式设计改为了倒体型的形状 不过镀隔的装饰依旧没变 并且前面的大灯微微上扬 与Turon非常相似 车头最好的点睛之笔便是LED日行灯 车尾的设计也和Turon差不多 其实该车的整体外观 与布加蒂Turon有些相似 毕竟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特有的设计风格 只不过由于是SUV 车身侧面C型的设计开口 比布加蒂Turon要大 并且车底配有巨大的尾排 整体外观设计都特别符合SUV运动的风格 并且还保留布加蒂家族的设计风格 该车除了外观设计 其他的都还不知道 不过作为法国的高级豪华脚车品牌 以及从布加蒂以往车型来看 这款车量产的话 应该也不会让我们失望